是不是想在使馆区找这种大平层大面积 而且很多家长现在跟我说 他们因为家庭人数比较多的话 想找一个三房到四房左右的一个房子 要是你想要在使馆区找这么大面积 而且要有四房的话呢 今天你就不能错过这一套了 因为这一套是291平米4加1房 你没听错是4加1房的大平层 那今天就会带你们来看一下 这个使馆区的这一套到底是长什么样 我们非常期待 首先大门一入户呢 经过这个门厅的地方 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宽阔的这个客餐厅的位置 这个客餐厅呢是衔接式的 你可以看到整体的空间非常宽阔 而且条高呢也是特别高的 那今天呢这一边呢 主要是可以放上你的圆桌 或者是12人桌到14人桌的这个桌子 我相信都是没问题的 而且衔接这的呢 除了是我们客厅之外呢 有一个特色 就是它有一个开放式的阳台 就在我身后 这个阳台一打开 就可以看到使馆区的整片宁静的这个气氛 那主要呢为什么考虑到在使馆区呢 买一套房子呢 就是因为使馆区里边呢 有几间特别著名的学校 你们一定听说过ISKL对吧 使馆区这一套房子呢 距离ISKL仅仅不到一公里的距离 所以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小朋友早上要上学的话呢 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这也就是恰恰ISKL能够带给这个区块 也就是我们使馆区块的一个便利性 那除了考虑到学校之外呢 如果你有想要到隐私 或者是比较宁静的生活环境的话呢 使馆区这一套大平成呢 也是值得您考虑的 那我们往里走的话 从阳台往里走 我们就能够来到我们的客厅位置 而且也是可以看到整体的客厅位置呢 摆上了这个沙发 还是感觉到非常宽阔 而且这个电视墙 冷气 空调这些呢 都是已经安装好 这一套房子呢 是可以直接拎包入住的 那在这一边的话呢 除了我们这个客厅宽大之外呢 还有的就是我们的禁区啦 这个洞区呢 主要呢 是还有包含了我们的厨房的部分 厨房的部分也就是在我们的后边 那我们现在就到中厨看一下厨房的部分 从客厅呢 这个洞区的往里走呢 我们就能够来到我们中厨的部分 一样中厨的部分呢 也是开放式的哈 它这边有做了一个门窗 可以到我们的多功能区块 而且在这边PORAN的话 你也不用担心油烟会渗透到整个单位里边 因为只要把这个门打开的话呢 我们就能够直接来到我们的功能区 而且功能区也是非常大的 可以看到 可以摆上我们的这个洗衣机 包括在这边晾衣服的话 都是能够自然被烘干的 而且这里的阳光呢 采光呢 也是特别漂亮的 整个空间往里走的话呢 首先 经过了中厨之后呢 这边也是一样有一个保姆间 而且保姆在这边办公啦 或者是在这边处理一些 他的这个生活的话呢 也不会直接影响到我们主人的这个部分 那动区看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到进去看一下 那我们往里边走那这一边呢 从我们的这个厨房走出来啊 往这个客厅的部分 你可以看到这边呢 有一个小型的西厨岛啊 这边呢 比如说有客位在里边 如果客人呢 想要到这个单位的时候 他也可以用上这个客位 跟我们的主人的生活区就分隔开来 而且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西厨呢 虽然说它是一个非常小的空间 但是配备了双开门的这个冰厨 包括电磁炉抽油烟金 这个洗台盆等等的都已经一运具备 所以如果想要在这边做上减餐 然后把餐点呢 直接带到我们的中导的话呢 也是非常方便的 整个客厅呢 一样也是做了这个中导 中导呢 是特别常心的 如果是有一些社交需求的话 想要在这边谈谈天聊聊天 谈谈心事的话呢 这边呢都是适合啊 比如说你早餐做了 想要在这边放上备餐的这个用途的话 也是方便 或者是有社交需求的话 这个中导台就恰到刚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到单位 也就是我们的进去看一下 主卧室跟三间次卧 到底长什么样 首先一进到来呢 就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主卧空间 主卧空间非常宽大 而且也是一样 每一间房间都有自己的特殊阳台 打开阳台 就能够看到外边的景观 那主卧的部分我们就看了啊 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主卧的部分 一来到这个主卧呢 接下来往里走的话呢 就能够看到我们衣帽间的部分 衣帽间的部分一样 坐了到顶的橱柜 如果你主人有需求的话 想要把这件衣服摆上的话 我相信这个空间是足够的 而且到我们往里走的话呢 就能够来到我们主卧 而且你要知道 它还是一个名位 带浴缸双台盆的 一样 次卧的部分呢 都是套间 而且每一间套间呢 都有自己的主卧 而且都是这一种 落地式明亮的这个窗户 都能够被打开 那次卧的部分呢 我们就接着往下看 还有另外两间的次卧 那么今天这一套大批车 我们就看完啦 是不是特别的行动呢 291平米竟然能坐到 4加1房的这个卧室空间 非常适合大家庭 或者是说一些家庭呢 想要到马来西亚 就读ISKL的家庭呢 非常适合 因为这个项目呢 坐落的位置就在我们的使馆区 而且距离ISKL呢 仅仅只需要不到一公里的 这个路程啦 小朋友早上起来呢 可以自己步行 或者是骑单车 到学校上学 那这个呢 我感相信是非常方便 而且是非常便利的 也是ISKL家庭们的首选之一啦 那关注我一马尔文 带你了解更多 马来西亚的大平城